Hello 大家好 我是Myo 我是Yoyo 不足24小時內 就已經舉行了這個 最新的奧斯卡頒獎典禮 奧斯卡這麼大的城市 當然要講一下它的衣著 所以我們現在就要馬上看看 哪些衣服是我最喜歡 或者你最喜歡的 我最不喜歡 和Yoyo最不喜歡的衣服 Let's go 我們第一條不喜歡的衣服是 這條Viuang 就是Andra Days穿著的 其實我不是不喜歡這條衣服 只不過我覺得不太適合奧斯卡 這麼grand 可能Grammys會比較好 但因為它的裙的材料 是Metal來的 看到它的裙的質地好像不太高級 如果你說在舞台上跳的 拉兵舞這個 我覺得是OK的 下紅地毯就好像太薄弱 而且它後面是老了半個屁股 奧斯卡是一個很壯重的集合 對 You are serious 下一套 Laura Derne的這一套 Oscar de la Renta 42020 這一套我自己覺得 上身和下身的感覺 我只能用普通去形容 而且我覺得因為路程 它好像OK 是因為它走在前面 露那隻腳 但是它又好像把它裝了一些 遮住了一雙腳 可能它又不是很想露腳 它像一隻毛公仔 搞不定 可能影片看會比較好 可能是 但這個樣子最重要 都一定要露一隻腳 只要露一隻腳 就怎樣都OK 所以你要了解你的衣服 才可以呈現到它最漂亮的臉 好 Next 這個我真的 我其實很喜歡Hellberry 我覺得它又漂亮 保持得很好 身材又很好 但是它穿了 我覺得這條裙 其實沒有什麼問題 顏色都很尊重 Cut都OK 你看它的頭 出了事 為什麼要弄個這樣的頭 應該是假髮 那不奇怪 看就知道 但這個假髮 比例有一點問題 如果它的音長 都沒有 都可能沒事 又或者它 旁邊的頭髮 會短一點 Skinhead 看到一些sheet bone 都未必有事 但這個就是它這個比例裡面 錯眼的一個比例 其實它以前很短頭髮 軟軟的 就已經沒事了 已經完全沒事了 而且都是它那個姿勢問題 大家看到它這個姿勢的時候 它是 不行了 可以給一些貼士 如果是這些flowy粉 不需要拿起 對 自由帶 你可以這樣 你就不要這樣 不需要 因為太高其實拍出來也不漂亮 好 現在我們就說我們喜歡的look 你覺得這屆奧斯卡的感覺如何 簡單一點 不是很多sharp的 就是很出眾的look 不是很多 通常奧斯卡 你在instagram過完 你會看到很多不同的look 就是很 remarkable 但是這次好像只看到兩、三條 就是那些人會不停share 不停report 有些平平簡單 為什麼會這樣呢 可能一來疫情覺得 不需要那麼grand 又不是很多人出席 希望疫情快過 大家可以再有心機穿漂亮的衣服多一點 第一個想說的就是 HER HER本身我自己是很喜歡HER的 很有音樂才華 而且它跟任何人 collab 都可以提升對方的氣質的感覺 這個look 就是來自於Dundas Dundas這個brand 就在很多不同的紅地霜 你都會看到 但是這一套很custom made的look 對Dundas的品牌來說是很有驚喜的 我覺得對Dundas的品牌來說 它這個look是inspired by Prince 1985的Oscar 致敬Prince 1985年 奧斯卡的一個造型 它整個mix and match配搭得很好 你會看到它的髮型 已經令到整個look 霸氣的感覺平衡 亦都令到它carry的感覺很好 再加上帶了一副chill 因為chill這個item 你是不會覺得好 是在奧斯卡頒獎 荔紅地霜會用的 它用那個方式 就令到整個additive的感覺 會跳出來 但又不會覺得莊重的場合 這個是非常好 它亦都有一個透視它的腳的細節 我覺得這個也很好 而且它inspired by Prince 它不是exactly 奧斯卡頒獎的一模一樣 就是有一種新的感覺 出到來 小的 My favorite 都是我的favorite Sandaya 真的很漂亮 昨天起床的時候 我lookIG 大家看到它的裙子 很漂亮 它是超有氣質的 究竟這個look 是來自於什麼品牌的呢 Custom Valentino 這個裙子 其實是inspired by Cher 我想當年它是有一個talk show 每一天的造型 都是非常漂亮 華麗 而且它這個紅地霜的造型 都帶著紅了一些珠寶 就是來自於Bulberry 4800萬的珠寶 因為Sandaya 本身已經是一個 走紅地霜很厲害的人 它很懂得把每一條裙都拍到極致 你記不記得它有一條裙是 就是脈綠色 一直這樣 然後頭回望 它的裙子剛剛好 它的叉子是這樣開 它每一張紅地霜的照片 都可以是很Iconic 就是因為它很懂得 而且它帶一些珠寶 的感覺看上去 都覺得很嬰 就是有時候呢 你戴那些珠寶 哎呀我想讓人知道 我很有航頭 戴著很厲害的 那樣很貴的 珠寶令人老氣了的感覺 就會在這些情況發生 但是它這條鏈的款式 配上一個非常簡單的耳環 就可以更加突顯到它那條鏡 很厲害 Valentino 這個就是Couture來的 SS 2021 就是Cary Mulligan Mulligan Cary Mulligan Mulligan 剛才我們說到Andra Days 就是那個物料不夠好 這一條就是一條很好的示範 但是還有一個小小的問題 姿勢 它站的時候 就是你看到它的裙子 下面這個位置 套進去 躺在紅地霜的時候 應該是全方位360度 站在姿勢的時候 你要想一下 那條裙子 是不是已經在它最美的位置呢 要不要自己收拾呢 好像它現在凹凹的這個位置 它只要輕輕地一下 踢一踢 或者它向我吞半步 其實感覺已經出來了 形狀已經突出來了 所以那些女生 走紅地霜的時候 應該放慢自己的腦袋 想清楚 好像停不下來之前 想一想 那條裙子OK沒有 到時 眼神 所有東西加起來 而且我看到它這條裙子 應該是有袋子可以插的 你看它的圓圍其實是有袋子的 所以如果 那它就更加 哎呀 厲害 立刻 我們當時做Janus Mann的 什麼時候 金像獎 金像獎 然後它走紅地霜的那條紅色裙子 是Yoyo 它fitting的時候 突然之間說 不如這裡載一個袋子 那就載了一個袋子 等它擺姿勢的時候 可以 拍一些 現在它這張相片的姿勢 好像兩人手不像擺臉 因為它通常散裙子 你沒有一個袋子 擺姿勢的時候 擺在旁邊又會握臉 握臉 擺在前面又 很奇怪 所以這個袋子 是一個非常好的設計 下一條 Lix Reginia King Reginia King 這條是Custom Made from Louis Vuitton 它是有 7萬粒的secret 加crystal 在這裙子上 真的嗎? 這條裙子有7萬粒 應該很重 很重 很容易刮到 真的不能這樣勾到別人 不能勾到 常常喜歡這條裙子 我一定 Hello Cynthia Hello 那些C會 這樣 擦爛了你的裙子 如果這條裙子是一條 即是在演唱會上面穿 應該超美 超美 下一條 Amanda's Seafride 剛才所說的 那條裙子放在hose的位置 你看它的裙子 是drape得剛剛好 你想想想 如果它的裙子 突然間其中一塊 塞進去 好像一梳膠 突然斷了一條膠 對 正確 它現在就像很多塑膠一樣 很漂亮的 可能這是經驗 對 因為跟它走過這麼多次 而且你看出它那個姿勢 是有些氣在裏面 Hello Hi 是不是很開心 其實那一刻拍出來 就很漂亮 而且它的唇膏 你看到它用一個 很深的走紅色的感覺 如果它塗一個大紅色 就會覺得 為什麼 因為紅色其實是一個很高的學問 可能有些人會再配上這條裙子 因為一樣的紅色 立刻會亮了 但是你再配上深一點的紅色 就會有型格 那個感覺 膠素 好了 再來一個 Angela Bassett Alberta Fugetti 你知道你Angela Bassett幾歲嗎 你敢問50歲 60歲 小女一樣 所以我覺得它很優雅 它這條裙子的 Tough Sleeve 剛剛好 配到它的氣勢 我自己覺得 它的衣服選得不夠好的 穩固 對 我覺得它跟裙子又不是很配 其實我覺得它這條裙子 如果它的耳環是一粒大的 因為它的頭髮是很黑的 在後面 它如果一粒 就只是用那個頭髮做粉絲 我也想讚一下它的眼影 塗了一個紫藍色的一個 smokey eye 我覺得按它的皮膚色是很漂亮 很有種貴氣 所以這個值得加分 很便宜的 好了 接下來是Fanessa Kirby 這條你不說的品牌 你是想不到的 它是一條 Custom Gucci 所以 Gucci去做一條 這麼簡單 很難得 當然 但當日我覺得它穿得很好 因為很高 而且我覺得它有一點設計過 因為它知道它這條裙子 背部就是很漂亮 露背 戴的頸鏈 那個細節 都是調轉來戴 還有它的頭髮這個位置 都是有些細節 露背的時候 就是那個細節 可以再重一點 它選了一個 給Amanda Saver 更加深色的一個唇膏 令到它的衣服好調 唇膏令到它那條裙子的粉紅色 很高級的感覺 它身為一個演員 它都想有一種高貴的感覺 所以 加了很重的 令到它那個貴氣的感覺 保留 非常好 接著就是 Chloe Zhao 它穿了 Hermes FOR 2021 我想這條裙子 放在它身上 最大的特色 就是 襯了一雙白色波鞋 就是它很忠於 它自己的一個Style 它是第一個華人 去拿這個最佳導演獎 還有最佳避 就是它穿這個波鞋的感覺 令到它那種 我上身是穿Hermes的 但是 我都想保留我自己的性格 很平實 想想一下 它穿了一雙高三鞋 是不是馬上 嗯 這樣呢 不過其實是導演才可以做這件事 接著就是有 Viola Davis Santa McQueen 這條裙子 特別之處就是 它本身是一個Corset 是由他們的團隊去說 不如我們把這條Corset 整成一條裙子 他們就在這段開天的期間 製造了這條裙子 我就覺得 它整個感覺就好像 它的姿勢 就是好像 Hello Hi 多謝阿姨 Hello 沒見我全部 走了 拜拜 真的好像趕著進去那種 不要拍了 我走了 拜拜 始終McQueen說真的 你這個Corset的細節 這麼有氣勢的時候 你應該又有型 擺回姿勢 前前後後了 又有 對 前後後了 走兩步 我想說它所有照片 都是這個姿勢 沒有轉過姿勢 就是看得出它是那種 我來參加這個典禮的 不好意思 不妨礙你的時間 沒關係 好了 最後一個 我不懂得讀它的名字 有沒有人懂得讀它的名字 Lakeith Stanfield 她穿了一套YSL 我覺得一個男生穿 一套不是西裝 是一套女生穿的一套衣服 去Oscar 我覺得很刺激 很多男明星去Oscar 都是穿西裝 就算它改 都是改顏色 或者它的細節 感覺好像沒有什麼男生 是特別的 都有些 可能 都是那個方式 對 像之前Timothy Trader 也是一個比較圓的 對 比較新鮮一點的 好了 如果你喜歡這條影片的話 就記得要訂閱 還有開啟鈴鈴 還有留言告訴我 你們心目中最喜歡的looks 是什麼looks呢 記得做完這件事之後 就跟Yoyo 和我的IG 我們下條影片再見 拜拜 好